联邦政府与法国跨国制药公司塞诺菲签署了一项新协议 以获取7200万剂新冠状病毒疫苗 联邦采购部长阿南德周二还表示 加拿大准备从吉利德科学公司和麦基森加拿大公司的抗药病毒瑞姆西韦中 获得多达15万瓶药物来治疗该病毒 迄今为止加拿大已拨款10亿元用于疫苗采购 这意味着未来至少可获得1.54亿剂疫苗 辉瑞、莫德纳、强生和Novavax都已经和沃泰华签署了交易 为了获得批准使用 任何潜在的疫苗都必须经过一个成熟的测试过程 包括三个阶段的临床试验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重点是监测药物是否从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所需的反应 第三阶段涉及更多的测试对象 旨在确定候选疫苗是否真的能够阻止病毒感染人体 塞诺菲集体共佐级技术的葛兰素石可索合作研发的疫苗 于9月初进入临床试验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共有400名参与者 该公司将在2020年底进入第三阶段测试 阿南德表示 政府还与英国跨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进行了会谈 阿斯利康很有机会成为最有希望的疫苗候选人 但该公司9月初试验阶段中发现 有志愿者出现副作用而暂时终止 但该公司后来宣布恢复继续实验 有加拿大专家认为 阿斯利康的疫苗最有机会率先成功 试验一度终止代表该公司谨慎并透明的作风 呼吁渥太华务必及早和该公司签订协议 同时加拿大正在敲定与COVAX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细节 COVAX设施是一个国际联盟旨在推进测试和疫苗 截至9月22号发稿时 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达146,410 今日新增992例 死亡9,232例